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了啊 当初你的作品可是打败了一堆求职者 老板们可喜欢了 到现在还没看到哪个入职作品比你好呢 千玲 你如果现在后悔 我还是可以帮你把流程撤销的 不用了 英姐 主要呢是我自己没想明白 是否确定一直话引你下去 所以就索性回学校 把闭设先弄完喽 要老子让位 你们疯了吧 什么乳秀未根的臭小子 大学毕业证还没拿呢 你敢坐上我的位置 你们羞辱谁呢 老子不干 哇 这是哪个部门的呀 连辞职都那么帅 提酒事业部呗 你懂的 哦 就是那个 聚集了一群行业精英 高兴把他们聘请过来 倾全公司之力养活他们 让他们大把烧钱 去做真正的次世代游戏的 第九事业部 据说啊已经七个月没有进展了 董事们意见很大的 想要裁掉这个部门 可是大老板力挺呀 不但没裁掉 还花大力气 请来了一个新的制作人 这么快就到了 他什么来的啊 他什么来的啊 据说是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今天就要来办入职了 叫什么来的 我看看 叫 叫 顾 勋 您好 我来报到 第九事业部 顾勋 我来报到 我来报到 你来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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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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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你们俩认识啊 也是 我们没一个学校的嘛 等 千凌 再会了 完了 办妥了 我现在是自由生了 那就先恭喜我们千凌远离极品领导 向人类智慧又迈进离子 但是我后悔 我在办离职的时候 顾勋在办入职 顾勋 上次夺冠之后 她不就人间蒸发了吗 对啊 这两个月我一直在搜她的消息 可是她却偏偏今天来HC办入职 你说她早一个小时也好 那这可能就是你们的缘分了 妙不可言啊 缘分 跟我走 跟我走 我说你们两个 能不能拿出点打游戏的架势来 我四肢已经退化了 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 玲玲啊 我们这是联谊局 你手下留情吗 别把继续精心地摔根就打跑了 她们今天肯定会回出门 我还有两个人头就第一名了 不行 真不行了 杀了我吧 连我一起吧 这样 会不会不太好意思 特别好意思 谢谢 这首歌 感觉 还有 前半周 订阅 便当过了 喔 你就是个老六 为了人头连队友都傻 老六是什么呀 就是游戏里的黑话 喜欢英人 空俗为讲就是不讲武德 陆薛 走了 可可你二打针 长得也是真好看 哪办呢 叫什么呀 不知道 只知道是个老六 他长得好对称啊 竟然有人有 如此对称的男人 有完美的脸 大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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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型 这是谁啊 你保持三年的不败记 被一个信任 你打败了 打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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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型 是想碰瓷我的 是一道自然型吗 还是曾经想找我不痛苦 我 我 没有 我的 状态不错呀 我马上给你改回房子去 老板 那个自然型 到底是谁啊 怎么感觉像在碰瓷 不认识 第一次来的 不过实力和你不相上去啊 人也长得很帅 要不要介绍你这事 普通很帅的男人在我眼里 如同白骨 我马上把你改成绑一 顾寻 他怎么在这儿 老板 帮我个忙呗 哇 顾寻 好巧啊 你也在这里打游戏啊 那个今天是他们店周年庆 会员的话可以送游戏币 你会员号多少 要不要帮你问一下 你看啊 他们送了我三百个游戏币 我一个人也玩不完 要不然我们一起玩吧 我该和他聊点什么比较好 我该和他聊点什么比较好 好 游戏币还够吗 对了